在那個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雲端上面 我們這個雲端裡面還有一個雲端白板 那每一個範例檔都會對應到答案 那答案比如文字與資料 你可以找到文字與資料的函數 這個藍色的就是 或者你們看到有可能是這個大大的 我比較習慣這邊把它變小 這邊有個叫清單 清單的好處就是看起來會是條列 這個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大概是在第幾頁 總共19頁嘛 大概到第4頁的地方 就我剛剛做的 怎麼樣去計算年次 那答案參考答案在這邊 甚至如果你有做錯了 你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轉為數字的再篩選 OK 那篩選的方法 這邊有把它截圖了 最後關鍵就一定要看到 是數字篩選才是正確的 OK 那再來我如果希望做出什麼 做出那個 我們一個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跟樞紐分析圖幫我找到什麼呢 就是五年集生 六年集生 七年集生 他們各自的這個合計是多少個的話 那該怎麼做 基本上的話我們可以最簡單的方法 當然這個方法裡面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用康乙符也可以 康乙符函數也可以做出來 當然如果你不用康乙符函數的話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用樞紐分析表 那樞紐分析表怎麼做 其實非常簡單 第一個你要先產生這個欄位 因為如果你要做報表之前 假如沒有那個欄位的話 那你當然是做不出你要的結果了 OK 第一個產生你要的欄位 第二個 請你把游標放在這個範圍裡面的其中一個儲存格 插入樞紐分析表就可以了 然後呢 他會自己幫你把整個範圍選起來 OK 只要其中一個 全部有沒有 他框框就把你框起來了 是不是這個範圍 他問你 是不是你要 比對是不是這個範圍 是 OK 那麼按確定 然後問你說要把樞紐分析表放在哪裡了 一般就是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 他會自己幫你新一個工作表放過去 按確定就好了 好 那再來的話我需要什麼 我需要的其實只有一欄 就是那個年次那一欄 所以呢 我只要怎麼樣 一把那個我要統計的年次放在列標籤 所以拖拉到列標籤就可以了 OK 那你會發現 不過 第二個的話 請你把怎麼 再把年次 因為我要統計那個 他們裡面到底有幾個的話 那一樣把它拖拉下來 放在詞裡面 結果 因為我剛好做過了 我先把那個恢復一下 其實理論上這個是我有設定過兩個地方 它才會變成這樣 基本上它如果沒有做一些設定的話 它理論上應該是你拖拉過來 核計有沒有 核計有沒有 這個數字不對 我要其實不是算它年次的加總 而是算幾個人 幾個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你需要注意 請你把什麼 把這個箭頭裡面的 值的設定這邊 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就是叫項目個數 加總是三 其實有點像三米弗 所以這個其實對應到的函數 也就是三米弗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算幾個 你就改成項目個數按確定 OK 那你會發現 幾個幾個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 那年次最多是71年次的最多 但問題我今天我並不是要什麼 我並不是要那個 它個別的 而是說我現在五年級要放一起 六年級放一起 七年級放一起的話 這個地方 你需要學會一個功能 按右鍵 直接在年次下方 按右鍵 這個地方 然後找到什麼 群組 也就是說 把那個 同一個 範圍的資料放一起 給群組 那群組的話呢 我可以怎麼樣 因為它預設是最小 最 最小58 最大7 我改一下 我從那個50好了 因為一般是50 到多少 50應該到59 OK 然後結束的話 應該是70 應該到79 所以我自訂一個方案 兼具值 關鍵就在這裡 兼具值是多少 10個 50到59 對不對 然後剛好 60到69 70到79 剛剛好 OK 應該這樣吧 按確定 這個時候有沒有 50到59 兩個人 有沒有 這個就 41 這個就 57 那最後呢 如果你要畫一個圖的話 這邊有樞紐分析圖 OK 樞紐分析圖點下去 他問你說你要畫什麼圖 那我要畫這個好了 最簡單直條圖 按個確定 OK OK 然後呢 這個可以把它關掉 那圖就出來了 甚至你可以換個顏色 這都OK 馬上就做完了 其他細節你再調一下 大概就是我們要的 OK 應該沒問題吧 請各位試一下 重點回顧一下 標1 游標放這裡 插入什麼呢 樞紐分析表 然後按確定 拖拉 拖拉 這邊記得這邊先把它改成項目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這邊把它改成按右鍵 在這裡按右鍵 群組 原來這樣 按右鍵 這邊有個叫群組 那把這邊改成50 把它改成50開始 到79 然後間距的話呢 那就是10 這樣子 就完成 OK 好啦 畫面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這個是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們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來做一個 這個 簡單的統計 大家好 Pei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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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